谢君 航天科技集团武运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 卫星系统首席总设计师 北斗卫星历经二十多年从无到有 让中国拥有了完全自主创新的导航系统 天上建好 地上用好 刷新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阻网速度的北斗 未来注定大流可期 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北斗卫星 以前只是在歌里唱到参北斗 天上星星参北斗 天上星星参北斗 然后抬头望见北斗星 我拿在手里的 这是我们北斗的一类卫星 就是属于它是一个立方体 在这个立方体内部了 要把我们所需的 为人类提供这个导航定位 时间标准的这些产品 一个一个这个仪器设备 要装在这里头 送上天 然后为人类服务 您刚才说到这是一类卫星 对 说明北斗卫星其实长得可能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对 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长相的北斗导航卫星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长相的卫星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我们叫中原轨道的卫星 还有一个就是放在桌子上的 在这 比较大 那么它除了是个立方体之外 它应该还有两个六边形的 我们叫反射面的天线 这是我们中国的北斗所特有的 这个一些功能的一个产品部件 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呢 全世界可能都会为我们中国的北斗再点赞 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北斗在这一年啊 冲刺的速度非常快 从发射的数量来说 2019年我们完成了10颗 然后2018年有20个 就一直在冲刺的状态 是想让天空布满了咱们的北斗星吗 主要还是让想让北斗早点问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些服务可能会涵盖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 您稍稍的透露一下 北斗的应用啊非常的这个广泛 我们讲信息化社会里头80%的信息 都跟时间地点有关系 都是我们北斗卫星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北斗卫星 我们的生活当中才会有了这么多的便利 好 我们同样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谢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您